那王总我们也注意到说 最近加拿大好像封烟四起到处都在罢工 要求甚至学生要求降学费 那这个情况你怎么看待呢 对最近的这个加拿大这边的话 包括魁省最近像老师学校罢工啊 各个这种罢工和裁员四起 对这其实也是证明了 这个高利率这个状态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预计如果到明年的话 暑假继续这样维持高利率 会有大幅裁员或者一些罢工这些问题 我觉得这也是政府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的话加拿大政府 必会在明年的暑假会紧紧地调整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每月一播 那王总我注意到是说 加拿大央行公布的那个CPI指数 就是我们说的通货膨胀率 在10月份它下降至3.1% 那其实较之前的3.8%的话是略有下降 那其实是个好消息 但同时呢促成这次主要的那个通货膨胀率下降的 可能是石油的一些因素比较多一些 当然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人就感觉到什么物价还是有一点增长的 并且呢住房类消费包括税费是有些增长的 所以您怎么来看待这个情况呢 目前从各方面的得到的一个消息来看啊 就是现在包括美联储包括加拿大央行 现在都认为这个通货膨胀已经得到一定的减缓 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个加息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 我们估计在明年暑假之前 仍然有可能会有一到两次加息 对 但是在明年暑假大约以后会是一个 银行的利率调整的一个转折点 未来的话其实加不加息还需要持续关注一下 关于CPI指数也好 或者是加拿大的整体的那个失业率也好 有几个指标性的因素 它会左右是否未来会加息 王总我们也查了一下 魁省经济人学会的一个官方数据 那10月份的话 其实整的一个房产销售量 较2022年的10月份是下降了2% 差别不大 但是整体从今年年头到目前为止 相较于2020年的同期的话 它下降了16% 其实整体的销售量 在从1月份到10月份来看还是下降蛮多的 这个数据呢 其实它确实反映一下一个市场情况 因为这个房产数据是有定的滞后性的 比如说我们下offer offer成交到过户当天 一般至少有1到2个月 甚至3 5个月的一个周期 所以现在的看出来 这整体市场仍然往下降 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数据 它也确实是体现了是几个月前的一个销量大幅下滑的一个情况 但是从我们个人感觉 从我们目前交易的一个状态来讲 我们最近的交易确实是整体的交易量开始往上走 对或者回升 然后甚至我们有一些房子像这个上周刚刚这个韩城那个西岛的一个房子 现在还出现强欧房 对所以的话确实是现在市场在稳步回升 那从数据当中也反映是说10月份的话 别墅的销售量有下降6% 那公寓相对来说是持平的 没有上升也没有下降 投资房 投资房的销售量上升了10% 那对这些数据的话您是怎么来解读的 投资房呢在前一段时间呢是它的交易量是大幅下滑 因为利率过高投资客不敢入市 最近的话其实会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一些投资客啊 他们现在开始入市了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还是看到未来这个投资房的前景 对最近的投资房的价格相对来讲要比去年前年要便宜很多 甚至我可以讲这是就是20几年以来的利率是最高点 同时也是投资房的价位的一个最低的一个状态 所以的话这个时候如果想入市投资房还是要尽快入市 可能在6个月8个月以后 这个投资房的价格可能会迅速上涨 那目前我们也进入了加拿大的冬季 那么租赁市场的话好像目前有一点相对来说会迟缓一些 因为现在到冬季 冬季的话12月份就像我们中国的春节 所以很多人是不置换房屋的 但是今年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年 今年的话这个租房市场 在这个时段应该是非常火爆 甚至我可以讲是一个过热的一个状态 因为主要原因也是 本来要买房的人都没去买房 现在去租房了 造成现在整个租房市场过热 如果在明年买卖市场恢复以后呢 这个租房租金市场会往下走 会往下走的 当下的一个状况下 您给我们买家或卖家一些建议或意见好吗 对于买家来讲 在目前这个低迷的市场中 我们可以帮助买家找到在市场好的时候 难以拿到的这种好的优质房源 而对于卖家呢 我们可以帮助卖家 卖到这个合乎一个市场价的一个价格 让卖家尽快回笼资金 从而可以再进行再投资 因为现在买房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 所以可以买到一个更高性价比的一个房源 对于卖家尽快乐